大家好,我是全民风交易的小编Kat凯特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本世纪最洒狗血的 气爱爱恨情仇故事 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个非常伟大的女人 那成功的企业背后呢? 苹果有贾博斯 微软有Bill Gates 特斯拉有马赛克 哦不是,是马斯克 不过他们也都是男性 今天要介绍在美国半导体产业 最火红的AMD 美商超微半导体 执行长苏之峰 Lisa Su 究竟这位伟大的女人 对AMD在半导体产业 打向半壁江山 有什么影响? AMD和Intel的 世纪情仇又是如何呢? 想知道精彩故事 赶快动动手指 用力按下订阅和分享小铃铛 Intel和AMD 这两家公司的发展史 基本上就是CPU的发展历史 Intel和AMD两家 本事同更生 他们的创始人都来自同一家企业 Failchild的半导体公司 两家公司成立也只有相差一年 但是Intel的两位创业者 诺伊斯是集成电路发明之一 而摩尔则是著名的摩尔定律的提出者 他们在创办Intel之前就已经是业界威望很高的专家 那人也都是抱着跟着强者 难怪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到大量的优秀技术人才 在CPU的研制上一开始也就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AMD呢 创始人桑德斯他是业务出身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去敲Intel的门说 诶 我跟你们一起创业好吗 在那个技术至上的时期 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人家根本就不理他 结果桑德斯他输人不输人 吃了闭门根之后 发愤图强自己创立了AMD 而且还凭着平常就训练有素的业务嘴 募集到了人才和至今 在1982年 IBM公司对计算机系统和CPU觉得没有很重要 所以就外爆出去 但因为Intel在8086处理器产能不足 所以被迫开放允许第二家的晶片处理厂商加入 以保证IBM对于处理器的供给 那个年代就是IBM当老大的年代 老大叫小弟去代工 但又怕一个小弟出包 所以强迫了Intel开放技术 再找另外一个小弟来当备胎的概念 全面授权AMD产生X86系列的处理器 也因此AMD成为了8086和8088处理器的第二供应商 Intel和AMD开始联手生产8086处理器 这是历史上两家公司唯一合作 同时打上对方logo的时期 AMD虽然起先当了人家的打工仔 但也因此因获得福得到了Intel的技术 在AMD发展起来后 Intel意识到AMD正逐渐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 Intel因此就更小灯水 技术不给人家用了 于是AMD和Intel的合作被迫终止 不得不重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由于Intel终止了合作 AMD因为不是技术领先 也没有创新能力 所以只好像如今的山寨厂商一样 疯狂的抄袭人家 不断仿造Intel的产品 但是又加入了自己的新技术 1997到2006这十年间 AMD也曾经打败过Intel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还是要提一下 由于AMD一直兼容着Intel的处理器来获取市场 另外还具有廉价的特点 因此它累积了大量的用户 AMD在2003年领先Intel 推出了第一款的AMD64位元处理器 同期Intel第三代的P4设计失败 性能又没进步又容易发热 使得AMD取得领先的优势 2005年的时候 AMD发布了双核心 Athon64x2挑战Intel的假双核心CPU 市场当然是买AMD的单 这也是为什么2003年到2006年 是AMD最辉煌的时候 又是Intel最难熬的这几年 毕竟Intel也不是吃素的 一群技术背景出身的人 哪能看AMD这样嚣张 因此2006年的Intel提出了TikTok战略 就是两年一致的工艺制程进步 正是基于这个策略 2006年后Intel逆转了局面 同时AMD以54亿美元收购了显卡巨头 ATI CPU和显卡双双不给力 使得AMD在2007年后又输得一败涂地 在这里小编也只能说 唉 可怜啊 可怜啊 人家说 可怜 AMD输久了也自当让努力一下了 所以后来就迎来地表最强CEO之一登场 不得不说除了口罩以外 他也是台湾之光 来自台南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2012年加入AMD推动产品多元化 包括了Xbox Sony的游戏机的CPU和GPU产品 在AMD即将破产之际 2014年 树之锋他勇敢地接任CEO 对 他就是冒着可能名流AMD倒闭的执行长臭名 接下了当时很烂的AMD 上台的第一步就是推动每次进步5%原则 改善公司体质 让AMD在2017年转亏为盈 当Intel还在14奈米挤牙膏之际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两年一次的工艺制程进步 但神奇的是 他都没有进步哦 连续6年 一直维持在14奈米 后来Lisa苏对外宣布 放弃自家晶圆厂 Global Foundry 和台积电合作 直接弯道超车 提出7奈米制程CPU 狠狠地把Intel还放在后面 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所以从他上任以来 AMD的股价翻涨了11倍 2018年更是标普500指数涨幅最高的个股 难怪人家去年领了快17亿台币的年薪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来我们来看Intel和AMD的财报资料 Intel的营收主要来自PC及云端运算 2020年的第三季 云端收入85亿美元 较去年95亿 下滑了10亿美元 AMD主要营收来自PC显示卡 借运算及客制化 其中客制化部分倍数成长 主要是因为PS5、Xbox开始出货 2017年AMD从破产边际开始改善财务结构 2018年AMD的藏在能力超越Intel 也是这一年开始推出台积电代工产品 一键双雕 同时取得了7nm制程产品超车Intel 并且改善了财务结构 Intel一直保持获利 反观AMD 2013到2016年为亏损状态 一直到2017年才转亏为盈 AMD用350亿美金收购了赛林斯 预计在2021年年底合并完成后 可以贡献30亿美金的营收 虽然2018年到2020年为止 MD产品超车了Intel 但是因为Intel 14nm产品挤了6年的牙膏 无论是Amazon、Apple、Google 都自行组团队开发的CPU Apple的PC是占16% 已经放弃使用了Intel的CPU 2020年的12月18号作业系统 是占有73%的Microsoft 也宣布自行开发了CPU 初期先运用到云端运算 直接冲击Intel的云酸计算营收 若继续在发展PC用CPU的话 不止Intel重伤 连AMD也会受到重创 因为目前世界上只有Intel和AMD 拥有X86专利 Microsoft若要发展CPU只能和Apple一样 发展ARM架构CPU 并采用类似Apple Rosetta技术 将X86指令转换成ARM指令执行 Microsoft需要解决X86指令转换包袱问题 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整合 若Intel和AMD能够重新维持摩尔定律 每两年就提升了一倍效能 让客户打消自行开发CPU的念头 在CPU的市场才不会被边缘化 今天的个案分析就到这边 下一期会介绍全世界最火红的电商 Shopify和拼多多 赶快赶快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拜拜 拜拜